就在刚刚 白令海峡的深海中 两条成年人鱼 护着一条小人鱼 在水中快速游动着 而就在此时 他们遇到了一条巨型电蛮 电蛮的小眼睛 紧紧盯着眼前的闯入者 其中一条成年人鱼 拦下了伙伴 而人鱼熊孩子 竟然提着长矛冲了上去 凶狠地刺向电蛮的脖子 三五下就直接解决了它 这正是人鱼族幼儿的必修课 他们要从小学会独立去战斗 另一边 附近海域的人鱼首领莱恩 救下了族人们 他们受到了地亚部落的攻击 最后仅剩下几名族人 莱恩从族人的口中得知 他的孩子已经跟随雄性人鱼 去了一个隐秘的海域学习生存 不会有生命危险 返回陆地的莱恩 决定不能坐以待毙 他要去寻找北方深处的盟友 莱恩听老一辈的人说过 北方深处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族群 他们与世隔绝 远离人类生活的世界 而就在此时 和大雄分手后的黑妞 他也是一条人鱼 罗伯也没打算继续隐瞒身份 他摘下了眼睛里的眼魔 露出了一双白色的人鱼眼 他从北方而来 他来到人类的世界 是要寻找改变海洋污染的方法拯救族群 虽然他所在的族群与世隔绝 但是族群所在的海域依然被污染了 他们也面临着无法繁殖后代的危机 在莱恩的请求下 罗伯答应带他们去自己的部落 时间紧迫 他们直接坐飞机来到了北方 原来罗伯的族人生活在冰海中 由于长期保持人类的躯体 罗伯已经不能变回人鱼了 他只能通过小木屋来联系族人 只见他将一条红鱼放下了冰洞口 大雄他们在外面等待了半天 就在他们即将放弃时 一只惨白色的鱼爪从洞口深处 没过多久 几个打扮怪异的人从小木屋走了出来 而他们正是罗伯的族人 莱恩向他们说明了莱伊 但是首领尤拉却不愿意和莱恩结盟 因为他们已看不到族群的希望 他们族群天生都是雌性 需要繁殖后代时 他们会选择最优秀的族人 进入转换池中变身为雄性人鱼 但现在的转换池水受到了污染 已经失去了转换性别的效果 而他们族群中唯一的男性罗伯 已没办法变身人鱼繁殖后代了 族群已经处于灭绝的边缘 正当大雄他们一筹莫展时 黑妞却想到了办法 他们检测到转换池水中有塑料威力双分 而这就是导致转换池失效的原因 大雄和尤拉做了个交易 他们帮助尤拉净化池水 而尤拉需要和莱恩结为联盟 一起阻止迪亚的计划 经过一番探讨 他们也终于找到了快速净化的方法 在转换池中加入雌化氧化铁 能快速清理水中的塑料颗粒 一切都非常顺利 进入转换水池后的尤拉果真改变了性别 莱恩他们终于有了强大的盟友 与此同时 人鱼地亚消灭人类的计划已进入了第二阶段 只见他提着一大袋东西 游进了莱恩族群的起源之地 他竟然在岩壁上安装了遥控炸弹 不久后 蒂亚摆动尾巴愉快地游了出去 他转过身看了最后一眼 果断按下了手中的按钮 蒂亚毁掉莱恩族群起源之地到底有什么阴谋